情怀灯彩 假天下 元宵节临近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情怀灯会的代表性传承人 顾叶亮 在位于南京夫子庙的工作室内 忙碌不停 面对慕名前来学习制作 情怀花灯的两岸青年 他讲解传统工序 教授传统兔子灯的制作方法 现场骨叶亮批好细竹合成圆形 用棉花纸粘绑扎骨架 这个纸粘是棉花纸 是最传统的 结果是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出起来过后 我再出起来过 你弄手拽着看 看断不断 你们原来一个 我们每一个的小兔子灯 就像这样子做起来的 就是节点 它是三个椭圆的 两个圆的 三个锥形的 就组成了一个兔子灯 从最传统的兔子灯 荷花灯 狮子灯 到C919大飞机灯彩 高铁动车灯彩 雇业亮工作室里的灯彩 琳琅满目 挂满天花板 在顾叶亮的指导下 台湾青年前志玄搓着手 跃跃跃欲试 从最简单的兔子灯做起 却发现没那么容易 我觉得 最难的是 像金边 因为它会一直滑掉 听顾大师的意见 把它在桌上铺平 先涂好浆糊 然后我觉得是 如果它上面有点偏的话 你可以稍微拿那个笔 在上面再涂一点点 小兔子灯在台湾青年 和冠翼指尖上下翻飞 很快成型 拿来学习我们这个传统的 兔子花灯的一个制作 那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 邻近云霄姐 我们也会有去做 不一样的花灯啊 或者是提灯 小灯笼 两岸都是一样的 就我们在云霄姐当天 就会提着花灯 然后点亮她 去逛我们的灯会 顾大师在跟我们 介绍花灯的时候 她也讲了 如果有人结婚的话 你就会送她一个 那个麒麟送子灯 那在台湾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也希望 大家的家庭和和美美 那我们也可能会去送一幅 带有荷花纹样的 或者是荷花图案的 一些艺术品 南京青年卢玉杰 每年都会买花灯 自己动手做灯 却是第一次 从小每年到过年的时候 父母就会带我去 逛夫子庙 给我买一个兔子灯 或者是荷花灯 现在我的女儿也长大了 她小时候呢 我也会去带她 去买一个她想要的兔子灯 或者荷花灯 这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也会给她介绍 这些灯的历史背景 让这种历史文化 在年轻人的身上 继续传承下去 提着各自制作的兔子灯 几位年轻人意犹未尽 到附近的秦淮飞仪馆逛展 在这里 代表大陆15个省市 35项灯会灯彩 飞仪项目的150多件作品 正在展出 叫月清龙岛 拉直之后已经有35米长 上面有用木雕的形式 展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当中的非常多的故事 在当地按习俗是真月十五 是要精选20个寸女的壮汉 台队这条木龙上街 也是一个起伏 来年风飘雨顺 展览中 《红楼梦》主题灯彩 吸引了何冠逸的注意 我们也读过《红楼梦》 那如果有机会来到南京 然后来看到我们秦淮灯彩 已经将我们曾经读过的 只存在书上的一些人物场景 但它可以用这种特别的方式 进行呈现 也是不一样的文化体验 顾叶亮曾多次赴台湾举办灯展 他希望更多的两岸年轻人 因秦淮灯彩 节食节缘 不断交流 共同把这门正青春的 古老艺术表现形式和技艺 传承下去